Top5 免費英雄無選一 第五 美娜 嘿鬼親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呢最新七週年活動 官方又帶來了免費無選一 只要完成活動就可以獲得 第五名 美娜 美娜這英雄呢 雖然他還是有一定的強度的 而且呢可以用來克制夜叉 不過呢 這位英雄的技能組有點過時了 玩起來呢比較單調一點喔 跟現在新角色相比 再來呢 他的強度其實不是我們自己說的算 還要靠我們隊友 畢竟呢我們夠大人之後 隊友要懂得更 多排的情況之下呢 美娜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呢如果是單排的話 就沒那麼建議囉 所以呢我們白白在第五名 其他的 剩下的四位呢 其實都有一定的強度的 除了第四名 美娜英雄呢 建議走全坦 需要屬性呢就是生命值喔 生命值越多我們傷害越高 還有增傷還有回血 召喚師技能呢非常的正義帶瞬移 不管是二閃還是大閃呢 只要抓到人 就是一波漂亮的Endgame 像這邊呢敵方還有較為清醒喔 清醒確實挺麻煩的 還有呢輔助裝備也很多帶清醒 但是呢我們大招冷卻時間 比他們的清醒快很多 再來呢美娜之前有經過改強了 比如我們被動的機制 現在呢會越跑越快 而且呢 我們的轉圈圈還有增傷跟回血 總的來說呢他有比 最舊版的美娜強一點點 但是呢還是會靠隊友吃飯 如果隊友真的不行 美娜也不行 所以排在第五名 第四 蘇黎 蘇黎這英雄呢 上限下限差別極大喔 如果呢你是鑽進蘇黎的大神 就只會玩蘇黎的全服最強 那蘇黎這英雄呢 可以排在前面第一第二名 但是呢 如果你是全服最強蘇黎 你怎麼會沒有這個英雄 也沒必要選他 是吧 所以呢蘇黎我們排在第四 蘇黎呢很吃你對角色的熟練度 再來呢很吃風向 順風的蘇黎非常的強 逆風的蘇黎呢 你大招換不換血都是一樣喔 都是被秒的 蘇黎這英雄呢 最大的優勢就是我們的花裡胡哨了 在有經濟等級領先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花裡胡哨看起來就像 T10神角 首先呢我們刷野速度很快喔 遠程又有轟炸 再來呢有無限的續戰力 不用扣魔 水量又會一直毀 基本上呢是不用回家的女人 再來呢在你操作到位 經濟順風 等級也比對面高的手呢 蘇黎是一個很強 大魔王般的存在喔 還可以來克制克尼納卡加充 不過聽到條件了嗎 就是操作 經濟跟等級都要 你缺一個的話呢 可能就會變成 你玩其他這都比蘇黎好 所以呢我們是擺在第四的位置的 單純以這個建議度來說 不過呢如果你很想要專精他 想要練習他 那他也是一個值得練的英雄 第三 阿萊斯特 阿萊斯特這英雄呢 完完全全 出於尊敬呢 我們把他擺在第三名的位置 他是一個我最討厭的英雄之一 我們呢已經不知道被阿萊斯特 多少顆星星了 舉例來說呢我喜歡玩的英雄 比如像是最近的圖倫 颯枷 艾里 莫拉 每一隻都會怕阿萊斯特 只要被綁到呢 只要會點大招 我們怎麼樣都秀不起來 高機動性的英雄呢 秀操作秀位移的英雄 只要被阿萊綁住呢就別想秀了 直接被秒掉吧 尤其是呢出坦撞的阿萊喔 更加的噁心 出攻擊撞阿萊呢 我們還可以拼把他秒掉 尤其是出坦撞 又有買零雙寶珠 又有戴斯尼 是那種死不了的阿萊 真的是凡人之急 而且呢我們也不知道 被他吃了多少顆星星了 很多時候呢 我們打順風場的時候 當然後期呢 會不知不覺的隊友 突然間被阿萊綁到 就變成了一個多打草 突然間又一個被綁 又一個被綁 這樣子漸漸的輸掉遊戲 阿萊最大的缺點呢 就是前期稍微的有點無聊 整體來說呢 競爭組有一點點無聊之外呢 如果你要上分 要吃人家的星星 阿萊還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的 而且呢他基本上 克制了所有的強勢角喔 這個賽季 不管弗洛倫 颯枷 莉莉安還是誰 在阿萊面前別想滑起來 玩好阿萊的關鍵呢 就是心機還有耐心 只要你夠耐心 夠心機中呢 到了中後期 你抓到一隻就是一個節奏 抓到一隻又是一個大節奏 除了稍微有一點點無聊的 對我來說 怕強杜白第三名 是完全沒問題的 第二 馬洛斯 老觀眾老朋友們呢 應該對這個英雄 最熟悉不夠了 是我們很愛玩的英雄 之前呢爬巔第二名 馬洛斯也貢獻了不少的分數 馬洛斯這英雄呢 我們主要會玩他走 凱撒路跟輔助 台服的大部分玩家呢 會以輔助為主 王者輪要的話呢 也會有馬洛斯的 那邊走的是凱撒路 有一天呢我們在看 王者直播的時候 剛好就看一名大陸的主播 用馬洛斯上了巔峰第一名 王者馬洛斯呢 貓勢是強很多的 很常呢剩一點點血 四血反殺 主要是呢他們落地就會 多砍一刀 通常呢大招落地砍一刀 在這一刀一技能呢 就可以反殺很多人 王者的馬洛斯呢 比較偏向於出坦裝喔 我看他們都出坦裝 然後買一把王者劍 而我們台服呢 基本上是可以走全攻裝的 不管呢你是走 輔助位還是凱撒位 目前玩下來呢 全攻裝沒有任何問題 如果敵方傷害很高的話呢 我們也針對敵方出點物防裝 比如呢有夜叉的話 我們可以出物防斜根 反角或者白盾 對面有很多的魔攻角色呢 就出現你 台服的話呢 以走輔助為主喔 輔助裝的話呢 可以照螢幕這樣出 就不買 不買碎空改成 清新的輔助裝 或者呢你要碎空的話 就出原力了 馬洛斯最大好處呢 就是很帥喔 我們八道戰 砍到人很療癒 非常的好玩 再來呢也具備了 實用度跟強度 整體來說呢 是一個全方位 都沒問題的英雄 我們要上分的話呢 都會選馬洛斯的喔 第一 齊爾 齊爾英雄呢 剛重製的時候 被許多人抱怨他砍飛了 傷害太低了 還有就是很累啊什麼的 不過呢在最近 好像有很多 抖音齊爾的崛起 像是台灣呢 越南呢 隊伍很不錯的齊爾玩家 導致呢 齊爾的評價稍微的高一點點 不過呢看台服出場率呢 依然是沒什麼能玩的 我個人呢比較少看抖音 沒有什麼看過抖音的操作呢 我們是以個人在排位的 實戰經驗 還有職業賽為主了 圍標桿 整體來說呢 齊爾的強度還是非常的在線的 以前的話呢 像甲蟲一樣玩法 一直的發育 看到人就二三秒殺 現在這版本呢 你不能夠二三秒殺 要二一三 才能殺得了人 畢竟呢我們主要傷害 很大部分傷害呢 被移到去我們的一技能跟被動喔 如果你的一技能能夠丟得準的話呢 那你通常都是一個不錯的齊爾囉 可以很頻繁的刷新 傷害也很爆炸 我們最新一部哈牙的影片呢 有原始喔 直接被齊爾二三就秒掉了 我們還是有買仙靈的 他連一技能沒加 所以看得出來呢 齊爾的傷害還是有點東西的 玩齊爾要記得呢 就是一技能的命中率喔 最好就是一技能命中之後呢 再開團 被戰的話呢就贏不上這一套 最近呢幾寒之戶被削弱了一點 但是呢 齊爾還是很適合買的喔 如果呢你要很頻繁在人群中 刷來刷去 飛來飛去的話呢 我們就需要一點貪度 再來就是吸血喔 我們的續航力 主要是我們很前期呢 就會買生命法杖的關係 所以呢你也可以不要出魔法吸血 不過建議呢 還是帶五到十顆 這樣子呢前面刷也會爽很多 這套備戰呢還有一個變種玩法喔 傷害會暴力很多 完全爽快 那我是呢二階魔攻打野刀之後 只上魔穿鞋 然後只上小面具跟 巫妖王冠 這樣子呢 你在前中期就可以感覺到 傷害爆炸了 以上呢是本期的Top5 五選一 這一期呢就依然沒有BONUS了 畢竟官方只送五隻 那最後我是SAN 感謝你收看喔 喜歡記得按讚訂閱 我們下次見 掰掰